穿着绿色T恤素果的皮卡丘与爆炸头皮卡丘现身于台北市政府中庭广场 为即将在10月登场的Pikachu Weekend in Taipei进行宣传 市长柯文哲也身穿呆呆受衣服为活动站台 宝可梦公司与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合作 将在10月21到10月23号在大安森林公园举办Pikachu Weekend in Taipei活动 号召粉丝们进入宝可梦的世界来趟城市旅游 这个从2020年的年初开始到现在已经两年半了 全世界都在疫情的广罩之下 我现在看来已经接近尾声了 所以冰镜解封应该在可一期的时间里 那么当我们要开始与病毒共存 要进入一个过疫情时代的新长弹 我们就开始准备这些光光产业 当然台北迎向世界的第一场国际性的活动应当是明年二月的台湾登变 不过在那之前要开始软身活动 那么今天这个台湾的包裹跟公司 跟台北市合作 要在10月1号到23号有三天 在大岸森林公园 我这个皮卡丘 揮翔皮卡丘的计划 那到时候会有一大堆皮卡丘到大岸森林公园 那这一怎么玩 坦白讲我也不会玩 从来没玩 呵 我也担心好了 那年轻人不晓得为什么 真正就会了 我只要理解了 所以 那 这个他们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跟可达鸭扯上的关系 难道他只好穿这个可达鸭专属的衣服 听说这件还是为了他给我穿特别定纸 我在想不出我跟他哪个地方想 就挖头这个动作以外 好吧 那结论是这样 我们就10月21到23号 欢迎大家到大岸森林公园 这个宝可梅寻宝活动 到时候有很多这个 好玩的这个 好玩的游戏可以玩 那 那 这次要送我吧 对了 活动期间内训练家们 能够在台北市享有特别的活动内容 还可以购买入场券 到主会场大岸森林公园 领取更多丰富的游戏内容 同时还有台北市限定的 穿着绿色T恤树果的皮卡丘 现身台北街头 让玩家们尽情捕捉 皮卡丘周圍 就是要大家一整个周末 从早到晚都有皮卡丘陪伴 首先是日中 但是 这次是 POKEMON GO的活动 早上先由POKEMON GO打头阵 沖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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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目前穿着衣衣 的皮卡丘 在POKEMON GO里面出现 同样 在台北的活动中 也将会有一支特别的皮卡丘登场 在台北市 有很多美味的水果 我们知道台北市 吃得到很多 很美味的水果 这个周末 也吃了火龙果 跟芒果 这个周末也吃了火龙果 跟芒果 我们为皮卡丘看上了一件 以术果为主题的T-Shirt 就是术果T-Shirt POKEMON GO イベントが近づくと 台北市内で出現し 約1年以上にわたって GETできます 术果T-Shirt POKEMON GO 将在10月活动将近10 在POKEMON GO里面登场 而它预计将在台北市内出现 而在游戏里面 它会出现超过1年以上的时间 台北大安森林公園を中心 実施するPOKEMON GO イベントについての詳細は順次告知 いたしますので 楽しみに待っていてください 我們将在近期公布 POKEMON GO活动的详情 敬请期待 说明一下 因为在台北市 我们在選擇地点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是希望 這個地点是可以容纳 比较多民众 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希望也不要受到 这个天气 或其他方面的影响 就是说 我们选择可能 天气上比较不会遇到 常常会遇到下雨 或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園 觉得 看下来它的场地是 比较适合的 那当然我们知道 台北市也有其他地方 也会有很多很好的场地 那这也是我们跟 保管公司 大概做过几次场刊 之后来做的一个决定 这样子 选择上来 第一个法规OK 那第二个也是 当然一定会选择很多商圈 他们希望能够合作的部分 所以景点部分真的是 有很多选择的 那请大家再稍微期待一下 那这个打卡的景点的部分 应该会让市民朋友 非常非常满意 就是说 如同刚刚活动介绍 10月21-23号 除了大安森林公園以外 其实届时 整个10月在台北市里面 这个活动算是在台北市的各个地区 都会有蛮不错的一个活动内容 而因为我们知道 这大安森林公園 这部分是哪几个Pokemon GO的活动 那这应该到时候 会透过他们游戏里面 我想这个游戏 应该会参与的人 本来就很多 那至于你问我说到多少 我当然是希望 整个全台湾的 国内的民众 都来这边来参加 但是因为它的范围是 刚刚影片就讲 在台北市的以内 所以我想只要有游戏 体验过的玩家 在台北市 我觉得应该数十万人以上 来透过这几天的活动参与 我想应该 不会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官方传播局长 刘逸廷表示 由于活动日期是在10月 之后边境 渴望有新的政策发布 期望能吸引更多国际旅客 并带动国旅发展 关于Pikachu Weekend in Taipei 门票打卡地点等讯息 之后陆续会有相关活动细节公布 记者联席会议 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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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